中华慈善总会筛查的首批 五名藏族包虫病患者出院返枪 贵州贵阳火车站里的神秘黑衣人 四川雅安青年之声授予圆梦精准扑贫 一帮一驻觉行动举行 广东禅籍父亲以手带足艰难寻职 各位钟好欢迎您准时收看热线12 我是潮东新春即将来临 热线12春节特别节目暖春行动 目前已经启动 公益合作伙伴加东宝为我们的节目提供了新春大礼包 在节目播出的期间任何一个时段 您都可以打开手机 然后打开微信选择发现 点击开始摇一摇 那点击电视摇动手机 就可以参与本节目的互动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给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将会在微信号当中公布获奖的情况 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这是携程旅行网的广告词 然而最近却有旅客在携程网上买了机票 到了机场之后却被拒绝登机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本月初去日本出差的傅先生 通过携程网预定了从国内往返东京的两张机票 而就在他想要回国时 却遭遇了无法登机的尴尬情况 我办理直机的时候 柜台告诉我 您这张机票是不可以使用的 机票无法使用的情况出现时 携程网上显示的傅先生的机票状态 仍是正常出票 在与携程网工作人员沟通后 傅先生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复 然后当我的同事跟我说 说你告诉日行是用这个名字来直机 用这个名字办理的这个机票 而就在此时 日本航空上海部门工作人员给他打来电话 说发现又出了一张傅先生的机票 但还是不能使用 因为这张机票仍然是用别人的积分兑换的 作为一个协程网近十年的钻石级会员 傅先生对协程网在他发出微博后 才联络自己的做法感到不满 协程网曾微博私信傅先生 提出退还原定票费用2908元 同时补偿三倍钱款即8634元 然而傅先生拒绝了对方这样的解决方案 他表示此前在日本机场的购票价格 已经超出三倍补偿 他更需要挽回的是自己在日本丢失的信誉 买了机票却无法登机 同样的遭遇还发生在王女士身上 打算到日本北海道旅游的王女士和爱人 通过从事旅游业的李淼 在协程网手机APP上订购了两张国航机票 当时订票的时候也是都正常的 然后当时我就直接付款了 过了有几个小时以后 确认出票 很正常看起来有这个电子小单 做人信息都全部齐备 然后全发给了我的朋友 然而当他们到达机场 来到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 却被告知机票无效 李淼在第一时间致电协程网客服 但因事情紧急 距离航班起飞只有一小时四十分钟 按照惯例 国际航班会提前一小时停止之机 因此李淼决定让王女士夫妇 在国航购票处 直接购买往返日本的机票先出行 有电子票号 并且明确显示已出票 这样的机票为什么会无效呢 协程网回应称 这是由于供应商人工操作失误 导致旅客无法登机 协程网愿意赔偿客户的损失 然而已经是协程网 钻石级别的用户李淼 并不认可对方这样的回应 之后协程网公开进行回应 称此类事件 是由于协程网对供应商监管不利造成的 他们未来会从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上 严格约束供应商的违规行为 遇到这样的事肯定心中是很不爽 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 这位是刘洪辉 刘律师 这位是白宇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洪辉律师 您看这个傅先生 人家态度非常明确 说不仅遇到这样的情况 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而且名誉已经受到了损失 那傅先生们应该怎么来维权呢 实际上我们来看相当于咱们傅先生跟协程网之间 是形成一个委托购票的一个合同关系 那么合同法来讲 合同最大一个特点是具有合同相对性了 那么如果说出现了问题 比方说 那么人家消费者购买了购票 那么实际上结果是购买的假的 自己的合同目的没有实现 并且导致人家受了直接的损失 那么实际上作为合同的另一方 那么协程应当承担委的责任 给人家进行赔偿 我认为是这样的 那当然了如果说这里边另有原因 比如说可能协程网的供货商 他出现了问题 那是协程网跟其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的问题 对 不管什么情况 协程网应该先赔了再说 是吧 白云你怎么看这事 其实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 听到一句话 协程网的认为 主要是对供应商的管理上面 可能需要更加的严格 我想问一句 就是如果我们在超市买了一个东西 发现这个产品有问题的话 我应该找超市呢 还是应该找超市的供货商呢 很简单 这种协程网们应该为消费者们先来负责任 但是协程网们又由谁来进行监管呢 我觉得这里面要做好两个文章 一个是行业的监管必须加强 一个是企业的自己的管理必须要加强 比如说什么样的代理商都可以到你的平台上边来吗 有没有一个进门的门槛 比如说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机票 是不是要进入到你的监督的范围 比如说明显有质量问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是不是你要去关注它 那么好了 企业是逐利的 你可以不去关注 行业必须要加强监管 好 下一条新闻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关注了中华慈善总会和解放军第302医院筛查的首批5名脏毒包虫病的患者进行手术治疗的情况 那现在跟大家说手术非常的顺利 在1月12号有4名患者已经顺利的出院返乡 2016年1月12号 中华慈善总会和解放军第302医院 首次从西藏筛查的5名包虫病患者 经过10天左右的术后恢复 有4名患者顺利出院 剩余的一名患者因为术后出现肺部感染 还需要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已经康复的患者准备在12号当天 办理完出院手续后就乘车返枪 医院为他们举办了简单的欢送仪式 尼玛是这次入京治疗患者的领队 她代表患者以及患者家属 向解放军第302医院的医生护士 以及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 敬献哈达送上了祝福 欢迎仪式过后 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 带着他们参观了天安门广场 好 一路平安 好 再见 来 再见 尼玛告诉记者 尽管天气很冷 但是藏族同胞坚持要在离开北京之前 与天安门合影全面 她说这次治疗是这些藏族同胞 离家最远的一次 也许以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再到北京 所以要把这份记忆留住 当天晚上8点 他们一行9人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就在他们离开北京的这天 另外5名包重病患者刚刚从西藏抵达北京进行治疗 中华慈善总会和解放军第302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计划为1000名包重病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那最近贵州贵阳一位姓徐的女士 遇到了让自己很不爽的一件事 2016年的1月3号 徐女士在贵阳火车站准备乘车的时候 竟然被几个神秘的黑衣人当场拦下 这几个人解释说 我们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 贵阳市民徐女士向记者反映 2016年1月3号 她来到火车站准备乘坐219路公交车 去金阳客车站时 竟被几个黑衣人给拦下了 很多人穿到那种黑色的衣服 感觉就像指负一样 平常人看的就这种情况 我就以为是那边的那个 就是为了输到这些乘客 他就跟我们家 请问你们开阿典 我就讲我要开金阳开车站 他就说是分东西西线啊 然后那个你们是开那边 我就说我要开老家比起阿典 然后他说如果要开阿典的话 不去金阳坐车 那么就要开他们火车站 那里有个专门的 在阿典的那个卖票的地方 在其中一名黑衣人的带领下 许女士到附近的一个门店 购买了车票 他之前那个红色的那种收据给我 他两个买票的人就特别多 但是呢他人后来正常的那些收据 收据都没有 见对方开出的是这样的票 许女士的心里很不踏实 要求对方退票 他就把我的收据撕了 许女士说 后来听说他要报警 对方才把钱退给了他 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1月6号上午7点钟左右 记者来到了火车站219路公交车始发站 看到了许女士所描述的黑衣人 虽然天色比较暗 但这七八名统一穿着黑色服装的男女 非常显眼 就在记者正在排队的时候 一名女子与记者搭讪 不过该女子并没有穿黑衣服 一听说记者去大方县的方向 该女子便说记者坐错了车 该女子声称 2号车站是刚从金阳客车站分搬过来的 在前往买票的途中 该女子称自己是金阳客车站派过来的工作人员 而那些统一穿着黑服装的人 是她的同事 专门在这里维持秩序 不到两分钟 记者被带到了距离公交车站 不到20米远的一个门店里 随后记者花了70元钱 在这里购买了一张车票 买完票后 在一名男子的带领下 记者和另外几名乘客 向所谓的金阳二号客车站走去 记者看到 所谓的二号客车站 就是停放在道路旁边的几辆大客车 之后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这里根本不是金阳二号客车站 而是一些黑客运车 在火车站的违法营运点 而这些黑衣人 就是帮黑客运车拉客的人 最终在接到举报信息之后 相关部门对这些黑客运车进行了查处 对 其实针对这样的情况 任何一个人 只要拿出五分钟来在广场上 您转悠转悠 一切都会尽收眼底 所以要管好这种情况 不是能不能管的问题 而是愿意不愿意管的问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青年之声 授予原梦 精准扶贫 一邦一 助学行动 在四川雅安的资助情况 2016年1月6号 青年之声 授予原梦 精准扶贫 一邦一助学行动 在四川雅安举行 通过精准扶贫 一邦一的模式 在四川省资助 1000名孤儿 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 帮助他们有计划的完成 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 在两年时间内 为每人每年提供3000元助学金 这其中包括了500名雅安地震灾区学生 本次活动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授予计划 和共青团互动社交平台 青年之声共同发起 旨在切实帮助弱势贫困青少年 摆脱生存与发展的困境 活动现场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 七学生为四川省大岸学校 授予授予计划四川项目学校排便 并向十位大梁山学生代表 捐赠助学金6000元 每年也有上百万的人 参与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和组织的活动 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 有的是我们今天的受助者 我想明天你就是一个 向求助者伸出温暖手的人 据统计自2013年启动以来 授予计划已在全国贫困地区 资助孤儿留守儿童和贫困学生 三千多名 本次活动中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授予计划 袁梦基金秘书长高继辉 向学校捐赠600万元上款 据介绍本次活动 还将联合最美基层法官 流离等社会爱心力量 组成授予计划志愿者团队 与授予计划学生 一帮一 手拉手截对子 形成常态化互助机制 聚焦留守儿童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发展 实现受助者与志愿者的 共同成长 刚才那俩主持人看着眼真熟 马上进入今天的 讯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和我们联系 我们将会尽力的帮助您传播 讯人信息 赵霞女1982年出生 约三岁时被拐卖到福建省莆田市 现年34岁 身体特征 头顶有一个发旋 右边嘴角上有一颗黑痣 左胸口有一颗红痣 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 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采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 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新春马上就要到了 热线12春节特别节目 暖春行动目前已经启动 公益合作伙伴家族宝 为我们节目提供了新春大礼包 在节目播出期间的任何一个时段 您都可以打开微信 选择发现点击摇一摇 点击电视摇动手机 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给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将会在第二天的节目当中 公布获奖的情况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热线故事 他叫陈生宽 28岁 广东湛江人 由于三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陈生宽失去了行走能力 只能依靠双手称地爬行 从2015年1月开始 陈生宽用他的这双手 爬遍了整个湛江 他要寻找丢失的儿子 提起孩子丢失的那一天 一家人至今难以释怀 他当时就和几个人在那里打牌 后来就去看我的孩子 再不再来 然后来就这样发 发伤害 我孩子不见了 家里人猜测 孩子很有可能是被人暴走的 为了找到儿子 陈生宽每天爬着寻找 半年来 他靠着双手几乎爬遍了湛江 所有的打击小巷 现在就不见到人 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在外面 如果是别人包着去 或者是捏在他 或者是怎么打他 我想喝这些 湛江低起来 所有地方都找了 就在一家人心急如焚 四处寻找孩子的时候 陈生宽忽然接到一通 来自广州的电话 打来电话的人名叫燕子 是宝贝回家寻人网的 一名志愿者 我在微博里看到他 那个一个 就是发了一个学生启示 然后我就联系了父亲 就说我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 可以帮助他 寻找孩子 是免费的 宝贝回家寻人网 是隶属于宝贝回家 志愿者协会的 公益性寻人网站 长期为失踪儿童家长 提供免费的寻人帮助 在电话中 志愿者燕子告诉陈生宽 按照他们的经验来看 如果孩子是被人拐走的 现在很有可能 已经不在湛江市内了 因为时间这么长了 半年多了 不知道孩子在哪里 也有可能被在广东 被人家收养 也有可能在审外 想要尽快找到孩子 就必须要借助社会的力量 在听了志愿者燕子的话后 陈生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想站在这里找孩子 想那个媒体帮我 把这个事情 报道出去 两个社会的人帮我一起找 因为在湛江 他行政不方便 在湛江以后 就寻找了这半年多了 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就他说 广州是广东城的省会 想来这边看一下 有没有消息和信息 能帮助他寻找孩子 广州是一个 有着千万人口的大都市 外来人口较多 媒体更为发达 获取信息的渠道 也相对广泛 陈生宽觉得在内里 他也许能够得到儿子的消息 然而他的这个想法 却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老板 你吧 就是自己能这样生一个小孩 还行不得了 就是这样母言母故 就是让别人这样暴走 似乎不方便 为了找他 不管就算 是在那地下爬了 我也要去 从未出过远门的陈生宽 要爬出闭塞的小山村 爬到广州去找儿子 2015年8月8日 陈生宽踏上了前往广州的客车 这一次 他能找到孩子吗 在经历了近七个小时的旅途颠簸之后 凌晨四点 陈生宽终于抵达了广州 接下来大公怎么办 你想过吗 想过 就是像那个水边 哪一方面就在哪里睡 就这样 先睡一下 先等一下 等天亮 是吧 广州 广州北京路步行街 位于广州市中心 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 我儿子叫做陈兽颜 不用 阿姨 我不要钱 我找孩子 不用 我不用 阿姨 姐姐姐不要 有时候我就这样爬 有时候来到 大堂市有些人就说也给过我的钱 但是我说我不是来要钱的 但是我吸引这人走路 他说给你做车费打车 后来我说我不要 但是有些人就在背后说他给一块两块 他说不要 他就说我 行傻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 我不是来要钱的 陈生宽说自己之所以不肯要钱 就是怕被人当做骗子 从而错过儿子的消息 八月的广州正值酷暑 地表温度接近40摄氏度 因此路人大度 行色匆匆 很少有人在陈生宽的寻人启示前停留 相比于其他寻找孩子的父母 陈生宽的寻子之路更为艰难 因为身体的原因 陈生宽从小就要承受异样的眼光 而这次出门 更是让独在异乡的他 尝尽了人情冷暖 这位大哥有没有 这位大哥有没有 看到这位小孩 这位大哥有没有 这位大哥有没有 因为我们这样走路的 有些人就说 不等那个回宿 有时候问路 问一句 他就不应你的 你做个不肯跟我说 我就去问另一个 总有一个会给我说的 很辛苦 有时候也算没办法都办法 其实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 让陈生宽真正犯难的 并不是体力上的巨大消耗 而是情感上的煎熬 在孩子出事之后 陈家一直笼罩在悲痛的情绪之中 尤其是奶奶 无会花 只要一提起孩子的事 他就会止不住的流泪 陈生宽说 就在他出发前往广州的前一天 老人还因为想念孙子 大哭了一场 在陈生宽看来 孩子之所以会不见 除了自己与父母的疏忽大意之外 更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妻子没能尽到一份 母亲应尽的职责 陈生宽的妻子 也是一名残疾人 行走活动不便 而夫妻二人的这段感情 多年来 一直没能得到妻子娘家人的认可 在两人结婚一年后 儿子小赵源出生了 这个健康可爱的男婴 给这个贫穷的农村家庭 带来了许多欢乐 人家对说很可爱 说像啊什么的 我也觉得是说 生一个 两个长期间 一个儿子也不容易 就是说第一次做爸爸 把这个孩子抱出来 心里很高兴 然而好景不长 小赵源出生一个月后 妻子还是没能承受住 来自家人的压力 回到了娘家 而她这一走就是两年 虽然在孩子丢失之后 妻子回到了家中 并再次怀孕 但是她的回归 和即将到来的新生命 却丝毫没有给这个家庭 带来宽慰 高兴不起来啊 努力才把她养这么大 就不见了 养一个孩子不容易 回来了 我就觉得 如果当时我没回去了 孩子肯定会是在这里 是吧 陈生宽说 从2015年1月2日 儿子走失的那天开始 一直到现在 她的心里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找到小赵源 不管怎么样 就算我把这个命 丢在外面 我也要把她找回来 其实就在陈生宽 四处寻找孩子的同时 宝贝回家寻人网的志愿者们 也正在发起一场 寻找小赵源的行动 整理了信息 从网上发 公开了 发布了 就发布了 其实就是在网络里面 转发的量很多 2015年8月 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 一篇名为 残疾父亲爬行荀子的报道 出现在广东各大媒体 很快各种消息纷至踏来 那好新年啊 什么的 打电话回来 问一下 后头有什么牵手啊 他就会发牵手来 给你看一下 是不是孩子 都不是 我看过那结果 都不是 然而 众多的线索 在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看来 既是希望 也是隐忧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线索信息 真假虚实交错 意识之间难以分辨真伪 而陈生宽又寻此心切 这就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如果他给他骗气了 我也不怕 普京孩子都想死了 害怕怕其他的吗 从我内心来讲 我希望他 万有些信息先手 通过我们去核实 比他自己去 一个人去寻找 会更方便一点 即是即不来的 因为要骂 很多事情 不是说 以下就能解决 志愿者燕在说 这些担心并不是 其人犹天 宝贝回家帮助的很多家庭 都遭遇过寻子骗局 现今已年过六旬的 这人就跑掉了 这人就跑掉了 还有的就是还打劫 他也遇过打劫 叫我的自己 这个帮我做 外起来 我就要去看 我的小孩了 有这个小刀 有这么 当匕首这样 要物身自己 一张地图 一把匕首 就是黎绍宽夫妇 十八年 寻子之路的写照 而在寻子路上 像黎绍宽夫妇这样 屡屡遭遇陷阱的 其实并不在少数 家住广州市天河区的 潘惠香一家 也曾遭遇过 类似的事情 2002年3月25日下午 潘惠香年仅八岁的 儿子陈月星 在放学坐校车 回家的途中 失踪 发现孩子失踪后 夫妇二人 急忙发寻人启事寻找 而就在他们 四处寻找儿子后 不久 一张写着 绑架陈月星 请准备好赎金 到白云山交钱的纸条 出现在家门口 他说要多少钱 那时候孩子都不见了 一两天 我们都穷零起室的 那个都爹出事了 他才来几条的 后来他就没电话来了 就是骗人的 看到这儿的骗子多了 我们哪里都是早 我们那里 哪里都是早 给人家骗的 好给故意 基本上这些家长 在荀子过程中 都会被骗过 没被骗过的 基本上是很少 志愿者燕子说 因为荀子家庭 被欺骗的事情 时有发生 所以他们在帮助这些 狮子父母时 经常会劝说对方 要对各种信息来源 仔细分辨 且不可盲目相信 经过整整一天的寻找 陈生宽依旧没有得到 任何有关孩子的线索 伴随着夜幕的降临 他的这次寻死之旅 只能以失败告主 晚上八点钟 陈生宽踏上了 返回湛江的火车 儿子小赵远 究竟身在何方 这一晚 对于陈生宽来说 注定又是一个 不免之夜 荀子路上的众多波折 让许多狮子家庭 对拐卖儿童的 不法分子 狠之入骨 我觉得对这种人 真的是要判死刑 肯定是要告他 告到死的 假如我帮 报到你的孩子 你会怎么样 然而在帮助过 众多狮子家庭的 志愿者燕子看来 拐卖儿童 一律判处死刑 虽然对罪犯 产生震慑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 也容易对那些 已经丢失孩子的家庭 造成二次伤害 你说所有的轮犯子 怕他判死刑来讲 他就也可能会 断了一些信息 因为很多轮犯子 可能不是只管卖一个孩子 其实 对于荀子多年的家庭来说 如何对这类犯罪量刑 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 他们更关心的是 孩子现在身处何方 他们是否健康安全 自从孩子丢失之后 这些父母就一直沉浸在 自责的情绪中 无法自拔 他们的心中 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希望孩子 能够早日回家 她的名字叫陈烈 是我们叫她生骨 爸爸妈妈都想 我们还得回家 我儿子你看到妈妈 爸爸你记得那个时候 这样你会找爸爸妈妈吧 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妈妈爸爸好想你啊 如果看到那小孩的话 请你联系我 或者是抱510 我是那个孩子的爸爸 我找他半年多 28年 陈生宽这位坚强的父亲 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 但是因为自己的儿子让别人给拐走了 所以他就是这样爬着 到了离本村400公里之外的广州 而且其中多次被认为是刑起人员 各种的辛酸 我想只有他自己知道 白玉你看完完完整的故事之后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特别感觉到 这或许是一部电视剧的上中下的终极 我们之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中间的一个集 是因为我想知道 他的前传是什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这样的一个父亲 只身一个人用手爬行着 去400公里的地方去寻子 他还遇到了哪些冷漠 那么在这一集当中 我们看到了世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些态度 那么在下集 我期待着下集的出现 孩子是不是能够通过大家的帮助 能够回到家里面来 这里面其实我感觉到最深的就是说 他的孩子丢了 与己与别人有关吗 有人觉得和自己无关 但如果每一个人都觉得 别人的孩子丢了和自己没关系的话 是不是有一天 当自己的孩子也遇到困难 甚至是丢失的时候 其他人还会以这样的一种态度来看待 对 刚才在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有相对极端的想法 说以后凡日拐卖孩子的一律判死刑 实际上到底应该怎么判呢 刑法修正案9当中 已经有了最新的解释 实际上是这样的 刑法修正案9 对于买卖被拐卖儿童 是有修正的 所谓的没有买卖就没有分离 实际上对这块进行了修正 原来对于买卖被拐卖妇女儿童的 那么如果说他在没有虐待孩子 没有阻碍被解救 这个解救 村中水塘 发现尘尘 就是一个 小块头朝下 那么一种状 母女二人双双遇害 这个 虐头的这个 摇拨 因为一块大情色 溃满在一起 谋杀还是意外 这个出去以后呢 就再没见回来 我们分析可能就是 十多这样的 山东别墅 水塘陈诗案追凶 上集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